欢迎再次观看旧零零新闻 今天是上海当地事件6月13日 有关上海静安区只将吸毒6月10日 发生20人次的混同事件 当地网友向我们提供事发室更加清晰 画面显示 一名黑衣男子追打另一名四伯男子 后走在地上挣扎 一名身穿制服的直霸人眼将牵着拉开 有数人坐在马路边 其中一名男子的右脚满是喧血 伤者之后被担架带走 有救不得送严 至少三名男子被锁上锁铐 另有一男一女被警方压上警车 不过截止到今日6月13日 仍然未见当地官方对此作出回应 当地网友谢芝千家的小朋友717评论提到 上海静安凯人别压了 附上鲁信曾经说到 今日若我能言旁观 他日获宁己身 则无人为我摇起大喊 网友肆意妄想发表评论提到 唐山烧烤店打人上海静安 京华当街砍人北京 年通统人蛋糕店老板被长年威胁 小职年被当作X奴 广东一小孩被残忍杀害 疑似小学生被侵害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现在真的是2022年 是法治社会吗 一波未凭一波又起 你ZL降了一个又一个的词条 可哪有灭不动风的墙 你也是堵住我们的嘴 我们也是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只不过是一个 经意其万 败息其中的痴人社会 网友梵天发表评论提到 上海静安 看人后续一个个来 普通的事情是假的 那金山呢 静安呢 只想等个后续不过分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